民進黨沒有做2025以後的能源政策 沒有2025也沒辦法達成啊 所以都假的 現在其實我們台北開始在跳電 那是真的問題 核四的事情 我們這邊很多網友 對於你民眾黨的人 不支持核四重啟感到非常堵攔 尤其最近台北市 我們今天跳我們的電 用電新創高峰 超過4000萬網 那民眾黨或是柯文哲 你本身對於核能的態度 核四的態度跟能源政策的態度是什麼 核四到底是要重啟還是重蓋 重啟大概不行 整個結構什麼都太舊了 重蓋可以討論 我覺得這樣 核四我後來我想過 最大問題在哪裡 其實核四蓋也對不蓋也對 花了3000億 一度電都沒有花不對 其實標準應該是核二核三先不要關 因為這樣你核核三突然關掉 它缺12% 再生能源補不上來 所以應該是說先維持現狀 那大家坐一下討論看看 下一步要怎麼做 民進黨如果要停核四就停掉了 它要封存還花很多錢 每人要花很多錢 是啊 所以這樣 這個就是兩個都互相矛盾 永和的把它停掉 反核的反核把它封存 所以這個 這一條老講核四搞到現在 我在想 如果應該 所以當時標準大家應該是說 核二核三維持 那大家坐下來討論 下一步要怎麼做 對 但核二核三都比核四老耶 但是核二核三應該要演繹 我連核一都覺得應該要演繹 核一已經被停掉了 那就是愚蠢啊 沒停這有沒東西 核二現在來不及救 因為他那演繹的那個 還沒有準備 唯一還有一個演繹也是核三 這個很多故事 就民進黨沒有做 2025以後的能源政策 他能源政策只寫到2025 2025以後到底要怎麼做 沒有2025也沒辦法達成啊 所以都假的嘛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台北 開始在跳電那是真的問題啊